那黑名單篩選這個要怎麼做 當然一樣 如果假設你不會用對的方法 那這一件事情就會變得非常的麻煩 而且非常的浪費時間 為什麼 因為你要把這些一千個人的名單 去查兩萬多筆資料 那兩個怎麼用筆的呢 當然最笨的方法用眼睛去看 有沒有不可能吧 所以稍微聰明一點怎麼做 而且你可以把這個Ctrl C Ctrl C然後到這邊黑名單 Ctrl F Ctrl F就尋找 然後再Ctrl V 然後再尋找一下 全部尋找 又找到了 是有 對不對 那要下一個 那你要做一千次 那浪費時間 做多久呢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做這麼多次數 不建議你用Ctrl F 因為我之前那個學生我問他說 那如果你不會你怎麼做 他說我每天用Ctrl F Ctrl C Ctrl F Ctrl V 好像已經很快了 但問題是 那做一個早上都還沒做完 OK 但是實際上你只要會兩個功能 這件事就非常簡單 第一個的話 你還是用什麼 Cornif 所以游標請你先放在查詢名單的B2 做什麼呢 插入函數之後 請你用函數裡面的那個統計類的Cornif 那其實Cornif不是只能夠算那個什麼 那個統計那個開箱的號碼 它其實呢 還可以幫你做什麼 其實按確定之後啦 它主要問兩個問題 Range Range是說你要找的那個範圍 範圍有沒有 那第二個是條件 那其實 這樣看起來好像 Range呢 我們只要指向黑名單那個範圍 條件的話只要指這邊 那不就查完了 對 那如果你假設要把它向下填滿 那不就全部查完了 不是Cornif 不是它最擅長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比對資料的話 那強烈建議一定要懂得使用Cornif 而且不是只有查這些喔 將來如果你要查的是 像我還蠻常查什麼 那個兩個資料比對 到底新的資料跟舊的資料 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那以前你怎麼比 可能你還要慢慢用眼睛慢慢看 慢慢費時間 那你用Cornif一下子大概就知道了 就像說你們有什麼 像選客有加選有退選 那我怎麼知道誰加進來 然後呢誰又退 以前可能用眼睛比對啦 那很浪費時間 其實你用Cornif一下就OK了 那只是說你Range的話 你變成你要切到那個黑名單 所以Range指的是 這個黑名單裡面的那個範圍 哪個範圍 就是切過來 所以游標請你切到黑名單 那它因為跨工作表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會出現 黑名單驚嘆號 然後再來你要把它選到哪裡 選到A2一直到下面 所以黑名單驚嘆號指的是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A2 然後呢 再一直往下選 記得啦 你不要傻傻的這邊按住一直往下拉 因為兩萬多個 你可能要拉很久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用Ctrl Shift向下 它可以直接幫你選到底 Ctrl Shift向下 那你會發現它就會出現什麼 A2到A的 有沒有 222223 那你說老師那我自己打 也可以啦 只是我是滿建議各位可以記一下 那個Ctrl Shift向下 那再來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因為條件的部分 我們待會會向下填滿 所以請你把A2的2 跟那個222223 前面加個錢的符號 為什麼 因為你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那再來條件就指它了 那就找完了 有沒有 如果是1的話 那表示在黑名單有 如果是0的話呢 那表示在黑名單裡面沒有 那就查完了 按確定之後再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瞬間 就幫你查 查完1000個了 那你當然 1000個也是瞬間 如果你給5000個其實也是瞬間 因為它查得出起來太快了 比你用人工來查 簡直是根本沒辦法比 但是最後的話呢 如果假設你要留下1 然後把0給剔除掉的話 那怎麼做 OK 其實最後 如果你要把0 留下來 就是1留下來 0不要的話 那幾個方法 再來請你把游標放在B1 然後呢 資料裡面不是有一個 這個排序 其實最簡單就用排序 排序的話 你游標放B1 然後你只要D到A 為什麼 因為我要把1放上面 0放下面的話 那它不就把1 有沒有發現 1都留下來了 所以其實到這邊就是我要的黑名單 那我就把這個黑名單 Ctrl-C 然後把它貼過來 查詢結果 Ctrl-V 解決了 OK了吧 對不對 所以其實有那麼困難嗎 沒有啊 查資料原來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OK 所以有 也是有真的 當然啦 像這麼簡單的事情 沒有必要不要寫 也沒有人一定要寫程式 沒有說 老師我用Python來寫 OK 對不對 我不是覺得可以 可不可以 那問題你 幹嘛用 殺雞用牛招嗎 對不對 或者叫什麼 拿大炮的你要打小鳥 根本就是用錯工具了 對不對 沒有必要 你要用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的資料根本不多 這就OK了 那除了用排序之外 我這邊Ctrl-Z一下 Ctrl-Z 如果不用排序的話 還有另外一招 我比較推薦第二招 請你用篩選 不要用排序 為什麼呢 因為排序 可能會把原來的順序 就是亂掉了 它會重排 那可能會造成你的順序不對 那所以假設你不能重排的話 第二個方法一樣放B1上面 然後篩選 篩選按下去之後 那你們可以注意一下 它會在這個B1上面 多增加一個下拉清單 這個下拉清單 就是問你說 你要留下什麼 你要把什麼把它隱藏起來 所以我把原來全選打勾取消 那留下1的部分 按確定 你會發現0全部不見了 OK 底下其實還有 因為資料太多我就不做了 我就做到1000就好了 那你說原來0在哪裡 其實0還在 它其實被隱藏而已 它其實隱藏在哪裡 隱藏在這個 這個我看 這樣拉好像拉不出來 1 2 3 這邊沒有 應該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是被篩選給隱藏掉了 OK 所以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再按一下篩選 類似像這樣 0又出現了 我再做一次 篩選 然後你把它按下去 把全選打勾取消 留下1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假如說 你要把這個查詢結果 把它複製到這邊來的話 那一樣 你可以優標放A1 選到底就可以了 Ctrl Shift向下 你會發現 它會幫你把 你剛剛是1的全部選起來 然後你把它Ctrl C 直接貼過來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貼過來 就OK了 是不是只有這些 沒錯 OK 你說老師 為什麼我選的時候 明明裡面有隱藏的那些資料 為什麼我選 對 因為隱藏起來 所以它不會被選到 不會被選到 所以你複製也複製不到 它只會複製到的就是 你沒有被隱藏的那些範圍 OK 這樣不就OK了嗎 所以這個篩選功能 我滿推薦各位一定要好好熟悉它 為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資料庫的應用 都要學Sequel 其實Sequel很多動作有沒有 其實用篩選就可以完成了 我是覺得如果你簡單的事情 你何必還要用複雜的事情 Sequel語言當然我還滿推薦各位學一下 可是我發現其實很多事情 根本不需要特別用到Sequel 用篩選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把它查出來的話 你可以用篩選功能 選A1 Ctrl Shift向下 選到底 Ctrl C Ctrl C之後 再把它貼到查詢結果 就OK了 當然如果你比較想要把它恢復很簡單 就把篩選再按一下 它原來篩選的狀態 就會恢復到剛剛沒有篩選的情況 OK 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主要是第一個 用Conif的這個公式 但是因為它這個篩選跨工作表 所以你可能要小心一下 一定要記得要加錢的符號 然後找一下A1 並且把它向下填滿 再利用篩選 所以其實主要功能兩個 一個是Conif 一個是篩選 兩個方法 至於排序也可以 不過我比較不推薦你用排序 因為這邊排序 假設你排了這樣還 因為資料容易亂掉 OK 試一下這個部分